大家好,我们首先呢,在种番茄的时候,要挖一个,用这个挖洞器,挖一个比它的盆土稍微深一点,宽一点的坑 然后呢,我们用这种鸡床土 大家看我这个防滑防冰的手套 这个手套,上面有很多的黑的黑点 它是非常的有助于您干活,保护您的手指 还有我这个宝贝镰刀,都非常好用 铲坑,挖土,铲草,都可以用到它 好了,我打开给大家看一看这个鸡床土的样子,是黑色的 我们把它放在最底部,挖完洞以后,我们放一些鸡床土 和本身您这个土质,内部的土混合一下 然后,拍一拍,小花盆的底部,把整个花盆内的盆土全拿出来 连着这株小的番茄都种进去 在我们种完以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 也就是说,您种完它,就要放上一些营养土 这个营养土,我在我的视频下边也给大家标注出来 放完营养土和鸡床土之后呢 然后,我们再下一步就要喷洒一些,在它幼苗的时候喷洒一些 我给大家照一下 是这种营养液 那这种营养液呢,它已经混合好了 而且呢,是对于所有的植物,尤其是我们的蔬菜 水果蔬菜,能使这个植物呢,长得它的结的果实呢 大出一倍来,很大 然后在最上方,我们再放这个 一些放在最上边的土 这样,不至于让其他的鸟侵蚀 好了,下一步呢,需要注意的 在我们种番茄的时候 我们随着它的植株越长越高 我们要去除底部的所有叶片 因为它的叶片逐渐变黄 没有起到不了任何作用 而且还会夺取其他叶片上边上烧叶片的营养水分 所以我们把它去除 另一点呢,就是 大家看,有的叶子呀 虽然在上边,但是有一点点微微的发黄 或有的时候,容易出现一些病虫害 那么您随时在每一天浇水的时候 要随时的把这个病虫害去除 也就是把有病虫害的叶片 把它及时的摘掉 及时的摘掉 以免让它影响其他叶片的生长 最后侵蚀整株叶面 好了,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叫Neme Oil 也就是苦炼油 这个苦炼油可以说是 全能的万能油 苦炼油呢,治疗许多下面的虫害 例如牙虫、满虫、日本甲虫、蝗虫 以及一般的非营类它都可以治疗 除此之外呢,还有杀菌的作用 可以对付各种霉菌 防止桃树的白粉病 甚至于对付黑斑病等等 不好治得疗的疾病 因此呢,我们可以说 苦炼油在手 百病不用愁啊 它有喷洒和喷舍 有病的叶子就喷舍一下 平常呢,我们就喷洒一下 然后天气还是比较凉的时候 我们用,晚上最好用 这种塑料袋把它覆盖上 然后用地面的固定钉呢 把它固定住 这样呢,以防止寒气进入 这种,这是Amazon上面卖的 地面固定钉也是非常好用的 非常结实 通常情况下呢 夜间如果低于50华氏度 我都要照上 然后到10点 白天10点多的时候 我再把它打开 那么随着气温的升高 我们取下这个塑料袋 它的植株的生长是非常快的 我们应该加上这种铁圈的啊 这种架子来使它固定 因为它生长越高呢 特别容易倾斜 所以我们固定好这个铁架圈 大家看把它向下压进去 然后把所有的叶子呢 都搭在这个铁架圈上边 这样它生长就 限制它在这个铁架圈之内 然后它会长得很高很高 而且呢 我们还要及时的去除底部的所有叶片 变黄的就更要及时的去除 越向上 保留上边的叶片越好 我买的呢 是这种 超大的 叫 在美国叫 牛排番茄 叫牛排番茄 就是 最大的 也就是我们原来国内的这种 大的 大火柿子 大的西红柿 我建议您呢 一定要把这个标牌插上面 这样呢 或者自己写一张标牌 这样我们能够清楚的知道 是什么种类 这种西红柿啊 最最适合我们做菜 做汤 做面 做面汤 哎呀 他的做捞面打卤 他的出 这个出汤率是特别高的 非常非常的 好吃 我们需要注意的这几个事项 一个是摘出底部的 叶片 一个是固定圈固定柱 再有呢 就是一定要用营养液 和NEMOIL 酷炼油 这样他生长起来 既不招虫害 而且 长势 茁壮 个头是越来越大 您看看 这是我拍摄的几次 他生长过程当中的一些照片 当然了 我还种了很多其他品种的西红柿 有这种小的彩色西红柿 有橘红色 有深紫色 有 浅粉色 都非常的好吃 都非常的甜 您经过了 浇灌 而且用对了方法 那么您得到的回报 肯定是惊人的 大家看 这就是我 种出来的 超大个的 牛排番茄 大西红柿 和各种小西红柿 还有各种各样的 普通西红柿 他们的长势可以说是 真的是让我出乎了我的意料 一个比一个大 一个比一个香甜 好吃 而且基本上没有遭受什么病虫害 有的时候我忘了摘 这一天呢 这几个小时之内我就能摘出 您看看摘出这么多的果实 收获这么多 这是分给了邻居之后还剩下的 这一些 这是一天的上午 我摘下来 分给了邻居之后 放在这 有的时候呢 小栋梅过来吃一吃 这是我收获的大茄子 美国的茄子 日本的茄子 中国的茄子 还有西湖 还有黄瓜 还有辣椒 还有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 只要我们方法对头 您一定会收到非常惊人的回报 希望我的视频对大家呢 种菜呀 有所帮助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